那一段時間 我要講的 這個中間的 最重要的 就是中間國不期 1976年 77年 這兩年中間 他做最多的事情 為了台灣的民主法 和國際上的問題 連78年 他要過身 這麼過十三年 這麼過切 他出銷你知道嗎 解除暴鏡 你就知道他為了台灣 78年 叫我 就12年 台灣的老輝 到底吃飯的時候 他就是 你說 1987年 七月二七 76年 美國76年 他說 我在台灣住40年 我是 反而是應該是台灣人 他就選擇這種事情 但是這個以前 民進黨 黨成立 還有這個 改憲令 促銷的問題 都按一年進行 他真的為了台灣 這個基礎是他打的 有這個基礎 我八十八年 還做總統之後 之後之後我才有辦法 一步一步 台灣的民主法那種 國民黨又要成功 真的成功 如果台灣成功 應該就走 民主法的路